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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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經過妥善的評估 因此應該先一遇退圍 等到國會立法通過了台灣與中國兩岸經貿協議的監督條例 立法通過之後才可以依據這個法 去跟中國進行經貿協議的談判 到了那個時候才可以進行談判 按照正當程序進行審查 在此之前馬政府不可以再與中國有任何經貿協商 不正當程序通過的福報協議也應該先予以退回 如果政府還要簽福報 請按照正當程序與中國談判 讓大家人民充分參與才可以簽 完成立法 再來我承諾鴻 在今天如果馬英九的市府 要求警察去進行去移 那麼你們會承擔非常重大的歷史罪准 你們不可以把你們的說物 不可以讓馬政府把他們的失敗 這個責任放在我們警察身上 對不對 不可以 不可以 馬上有失敗的警察責任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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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要求對我們福報 今天要求對我們福報 今天要求對我們福報 它就是一末日 最佔同一個人的信用 我要跟大家講到 台灣其實不只要簽福報 還有什麼 還有FTA TPP 可能這些東西都在後面等著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福報是跟中國的協定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很害怕中國資本會破壞我們台灣的環境 但是TPP FTA 可能是跟韓國 中國 難道這些企業不會破壞我們的環境嗎 一樣有可能 一樣有可能會破壞我們的環境 就像我們當年WTO的時候 我們跟外國談判 結果我們的農業怎麼了 我們的農地被迫要修耕 因為外國的稻米要進來 所以我們有看到很多的農地都在修耕 或是被人家買走 蓋了豪宅 這些全部都是自由貿易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邊 不只是要反服貿 以後大家出去聽到TPP 聽到FTA 一樣要關心 對不對 還有 特別為什麼這次大家會那麼關心 因為他 服貿開放的是我們的服務業 服務業的人口 在台灣佔的比例是相當高的 我相信有很多警察朋友 你的太太 你的媽媽 你的妹妹 或是你的小孩 就在服務業裡面工作 所以就算你的工作權不會有問題 你的家庭經濟一樣還是會受到影響 特別是我們的警察 很多都是來自基層家庭 家庭不是嗎 所以剛剛呼籲你們代工 剛剛有位大哥說他自願有30個警察抬他一個 希望警察已經聽到我們的聲音了 再來 台灣 大家覺得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嗎 是 真的是嗎 是不是開始有點懷疑了 如果是民主國家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邊 我們的馬英九還是衝耳不聞 希望大家今天站出來看到 投票是沒有用的 我們今天實踐的民主是什麼 是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身體來衝撞這個體制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以後出去 年底可能還有選舉 大家要看到這些政治人物說一套做一套 不管是哪一個黨都一樣 只有用我們的身體隨時威脅他們的權利 他們才有可能會聽我們的聲音 所以大家等一下被抬的時候要記住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你們正在實踐真正的民主 由我們人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身體 腳跟手實踐出來的民主 剛剛有一個警察 他問我們為什麼要來找圖帽 我們應該要告訴他我們在做什麼 其實他是支持圖帽的 有一個警察要支持圖帽 他覺得說過你會對國家是好的影響 可是我要告訴你 不是 因為 雖然我們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可是我們國家失守 我們的祕賣 我們有張小企業被避開之後 我們就變成大陸的企業 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錢 可是我們沒有團隊 為了我們的善良的公主 為了我們團隊 所以我們才站在這裡 我們並不是為了什麼利益 所以才來的 大家願意對國家的議題 發出自己的聲音實際 用自己的行動來衝撞這個體制 那為什麼我們要衝撞這個體制 並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群暴龍 而是政府 他們在這麼多人都發出不平之名之後 依舊有抓風賣灑 開個中外記者會 並不回應這個學運的訴求這樣 那我想福茂議題 並不是為反而反 就是以我自己實際來說 我是一個大學生 我後來投入的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產業 也就是花卉產業 可是這個福茂 居然就是連這種小型的花卉產業 花卉產業就是比如說花店那一類的 或者是種花什麼的 那種都是三四個人家族經營的 他連這種小型產業都要開放 中藥美容什麼的 這些真的對台灣是有利的嗎 我看剛剛講我去日本有學過 日本韓國都是採取保護主義 就是保護國內產業 這種國內產業根本沒有財力 像大財團一樣去中國投資 所以這種產業是我們賴以為生的命脈 如果連這種產業都跟中國人進駐 來就是競爭的話 我想大家假設以後 我想很多人都是進企業啊 可是萬一你被企業財源 你想要回家自營業呢 結果就發現一堆中國人在跟你競爭 然後台灣人越來越窮 這樣的構圖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雖然是覺得非常奇怪 可是政府在交換這些金融財團的利益的時候 也許對金融業有利 可是對這些小型中型產業完全沒有利益 對一般的民眾沒有利益 他居然也敢這樣自己交換 而且是黑箱住業 我個人覺得非常不合理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 就是好好研讀自己以後想要進的產業 你自己是有受到什麼影響 並不是說這場抗爭 今天來這邊衝動的體制就結束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背後的省思 就是你們到底有沒有了解 你自己的產業受到什麼影響 或是你親人家人的產業受到什麼影響 就像剛才這個同學說的 警察先生們家人一定也都會受到影響 這是一種殖民的構圖 因為我是學非共殖民死的 當初歐美就是這樣倒非洲的 學美非洲各種產業 資源開發交通 政府全部被外資閃盒 被外國掌握 這樣對國家安全是一個非常不必的現象 我希望各位可以一起來深思這個問題 謝謝 財團的利益 越來越極大化的時候 代表誰的利益 越來越多的被剝削 人民的利益越來越被剝削 對不對 對不對 以前他們都說 如果 財團可以得利的話 財團賺得多 人民才會賺得多 這是真的還假的 這幾年我們已經發現 這是假的對不對 財團賺越多 人民薪水越低 對不對 對 他們越來越多 可以壓迫人民的工具 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為什麼來到這邊 因為我們已經很無可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的朋友在這邊 因為我們都已經感覺到我們的未來 很難很難有希望了對不對 對 所以 反福茂 反福茂很多人對於中國有恐懼 可是跟大家說 福茂帶來的 很可能不只是中國來的政治的力量 也包括在經濟上 經濟上 越來越多 有資本的人 他的資本可以自由移動的人 他們可以越來越多的剝削 人民的利益 土地的利益 環境的利益 對不對 這是我們在這邊的理由 好 還有沒有朋友要上來